哈喽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我现在在纳闷啊这个加州大饭店啊 为什么他身上旁边有这个花朵的图案哦 搞不太懂 这个到底什么招式啊不太懂 OK应该是新的功能吧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好的 那我们今天啊我们来检讨一下就是这个军团 跨幅军团站的这个界面 我觉得这个界面的话应该需要调整一下 对我忘记讲 今天是3月5号礼拜五啊 放两天加好但是我明天两天都要攻速啊 惨了惨了我那个图真的赶不出来了 好但是就算在马也是要检讨一下就是 我觉得目前跨幅军团站的这个界面啊 可以调整的地方哦 来这个界面的话我是认为啊 我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中间这个军等级 应该是没有必要出现 重点应该要显示这个胜场跟败场数 胜场数跟败场数 然后呢就是这个军团点进去之后呢 还可以看一下说他跟哪些军团打过 好那他的一个战况是怎么样 扣多少分啊加多少分 不然的话其实看这个界面的话 其实看不出什么所有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像奖劣部分的话 也可以显示在这边 因为这边的话其实都没有显示 如果说你要知道这个军团 征战的这个奖劣的话 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你必须要到这个脸书 粉丝专业那边去看 好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影片短短的 因为这样的话才会有重点 官方那边的话才会知道说 我这边的一个想法 OK晚一点的话我再继续玩好了 这个真的很酷耶 搞不懂他为什么有雪花 有这个花瓣在身边 这道话在跟我讲 我真的还不知道